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蛤絲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我訂閱按兩網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WB還有Twitch 那影片右上角是大蛤絲LINE社群的QR Code 那掃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跟Twitch的名稱 然後我會簽著死盒就可以加入大蛤絲LINE社群啦 那在影片資訊欄的下方也有連結可以 從連結找到大蛤絲LINE社群 好 那我們繼續遊玩 2000年千禧年所出的新絕大專交 第二代 那我們現在遊玩的是江小魚的線 江小魚的路線 好 我們繼續吧 我們現在要去找 找萬春柳 誒 這位少俠 找我有趣嗎 你的名字很有趣 我想問問這東西和你們的關係 誒 禍服香以待 你 你這東西打哪弄來的 一個死人啊 哪來的 這 這樣啊 我和你說個故事吧 十幾年前 我還是公子爺死了 圖形一個偏僻的山村 碰上一個獨行道 和令我們一行 失了一個 交出財物 否則要殺我們雞全部流 嗯 是老徒子的說法沒錯 當時年輕事前 沒對到五師們的臉色 還以為失了一個人 怎麼會怕他一個 對焦大火上 哎 長話短說 五師們跑了跑 死的死 那本來是要沒命的 我小女兒那年就十歲 趴在我身上 又替我挨一刀 沒想到那強盜心一短 就老了我這條狗命 從來沒聽說過老徒子 有說過這一段 這東西 就是當年我拿來裝金子 貴充物品的袋子 那強盜拿走我大部分的家當 你改變我的意思 沒想到 數個十許年 竟然要看到這個袋子 原來是這樣啊 欸 扯太多了 多謝你聽我唠叨講這些 沒頭沒腦的故事 我這有件寶物 自己用不著 就送給你吧 謝謝 你把我把這東西帶 送來 好 就這樣 萬叔叔 萬叔叔 啊 你怎麼找到這個地方來的 像你這種怪人 來到這裡 肯定有幾個人注意到 不信上街走一圈 萬叔叔下次可要 可要我找更隱密的地方 這種事難不倒我的 我想也是 你身邊那個女孩不見了 難道是令結新歡的嗎 嘿嘿嘿 這小魚兒身邊 常常不如想女孩子的 就算真情不淡 那鐵心男 也隨時會跟上來的 哦 那個鐵心男 是何許人物啊 也是小魚兒的愛人之一啊 聽說為了小魚兒 我習犧牲 為常我就找不到 這樣的女孩子啊 你身多嘴 萬叔叔 我不再找你談兒女事情了 我沒看到硬伯伯 他人可還好嗎 好的很 他服下藥後 恢復的速度比我想像中還快 現在還在練功中 他也很想見你呢 那我要到哪裡去找硬伯伯呢 明天下午 他會到樹林去 到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他了 多謝萬叔叔 不客氣 你有好幾個女朋友的事 我也會一併告訴他的 老萬真是的 那燕伯伯可認得我 我會和他說你的龍貌 武功等特質 當天在樹林裡 可能就我們兩個 不會弄錯的 那我就放心了 好 我會和他說 各位老弟弟 我受不了啦 這麼多 你沒笑 還要死在熬不住了 小玉啊 你也熬死才找寶 我要去找樂之力 好啦 全走光 為樂的清險 只是不知那羅 羅三羅九兩人成的何處 只好一個城市一個城市 你瞎找了 好這個 這個屋宅在 是啊 不知有什麼事嗎 哎 但我只行關奶 沒什麼 你功力夠高了 補下我的幫助了 上面做個 7的 80的老神仙 還有恐怖神奇的妖怪 我還以為他躲到哪裡去養傷 沒想到在這裡出現 快跟上去看看 我來聽聽他在幹什麼 哇 這麼快就翼龍了 等一回合吧 晚輩今日到橋樓見了驚人之事 什麼時候有人進屋的 我居然完全沒有發現 這樣的情況也會很高的離譜 而且將別和資深晚輩 我印章有那樣 浪化的人物嗎 什麼事 夜南天病未死 而且又出死 哼 夜南天不死最好 他若死了 反倒無趣了 這人好大的價值 連天上燕伯伯的名號都毫不吃驚 反倒有和夜南天較量較量的意思 此人 到底是何方神聖 除了夜南天以外 江小瑜也來應付了警 我這是失敗 主要就是他搞的鬼 我正擔心的武功太差 還好和鬼技過關 如今我才放心 這人對我好像很有興趣 奇怪 不管江小魚武功 無論多巧 都有花無缺去對付 又不著你擔心 但現在花無缺 卻適合江小魚交起朋友 這兩個人天生的冤家對頭 不死不休 就算交朋友 也絕對交不場的 這點 你儘管放心好了 這人怎麼對花無缺和我的事 如此清楚 即使如此 前輩對弟子不知 究竟有何吩咐 我只要你 混帳 說大聲點啊 這幾件事 王輩 無不從命 這幾件事 對你也有好處 你自然是要從命的 你現在可以走了 到時候 我自然會去找你 是 我交給你辦的幾件事 你露出我差錯 那時不用夜南天海 將小魚動手 我自己就宰了你 你知道嗎 是 是 這 這人是誰 我非吵出來不可 呃 客官可能要叫些茶水嗎 咦 沒 沒人 我在躲在房裡 有些燈燈的香氣 有些燈燈的香氣 湖裡 不知道還有沒有茶 沒有 我不如 先給桌 桌上吧 以免的客人回來 沒水喝 你是誰 來在做什麼 小的是來瞧瞧 客官是不是在添一些茶水 你是店 店裡的火雞 是 白天來的 好像不是你 前老大 當日辦 小的玩商是職業的 江小魚果然是隨機應變 對打如一流 只可惜你出涼胎 我就認得你 你在我面前裝什麼都沒有用的 你 你是誰 你瞧不見我的 這 這樣的輕功 我飛彈萬萬不能 敵滴 連逃都逃不了 你若不願被我瞧見 會還要待在這呢 你想不出 我想 你總不會是要殺死我的吧 你只知我不殺你 一個馬上要死人 就算瞧見你的真面目 也沒有關係 所以 若是要殺我 就不妨讓我瞧瞧了 是嗎 童先生 原來你就是童先生了 那這黑蜘蛛說你武功如何如何之高 我還有一些不幸 今日一見 才知道他不是吹牛的 你用不著奉承火 我既不想殺你 就永遠不會殺你 永遠不會 嗯 我借你這樣愛乾淨 要弄出這香氣 本來你以為你是個女人 幸好你不是女人 否則你就算說不殺我 我也不相信 你不相信女人 婦人之言 絕不可聽 誰弄相信女人誰就倒楣 你母親難道不是女人 天下的女人有誰能和我母親相比 當然又溫柔又沒的 事實上別的女人弄和我母親相比 簡直連糞土也不如 我 住口 你想死嗎 你 你說過永遠不殺我的 說出來的話 整人不算 此意滿嘴胡說八道 令人可恨 我幾時胡說八道了 你母親是好是壞 是美是醜 你根本未見過 如此為她吹噓 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麼 你 你整隻我未見過我母親的面 我不知道 誰知道呢 讓我母親長得如何模樣 你母親 婆角駝背又麻又禿 乃是事實上最醜最愛的女人 事實上無論哪一個女人 都比她好看得多 放屁放屁 你才是胡說八道 你在敢罵 我就殺了你 只要你承認我母親是最溫柔最美麗的 我就不罵你 你 你 你死也不肯承認 你母親是最醜最惡的女人 你就殺了我 我也不會聽口的 你 你情願為她死 我母親究竟你有什麼仇恨 你要如此罵她 閉嘴 躺下吧 喔 收櫃就對了 又不是犬夜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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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童 童先生 你 自然也知道我是誰了 我妹出宮時 家屍也吩咐過 只要見到先生 便讀進家屍 先是所有指示 我妹無不遵命 你出宮時 公主還曾吩咐你是什麼 家屍也有親手殺死一個叫江小魚的人 很好 那是我是江小魚 不錯 好 你殺了她吧 你都不願殺一個沒有反抗之力的人 不妨先解開她的穴道 花無缺 花無缺 你為什麼還不動手 我知道 你不敢圍看她的話 好 你動手吧 我現在不能殺你 你忘了你師父的話嗎 我以她 我以和她 定了三個月之月 未到約起 絕不能殺她 你的師父 讓她知道這事 又當如何 事命雖不可回 但諾言不可悔 眾人家是此刻便在這裡 也不可能 不可能令晚輩做失言背信的人 阿五卻 你莫忘記 見我如見屍 你敢不聽我的話 先生無論吩咐什麼 弟子無不照辦 只有此事 卻萬萬不能從命 你不殺她 只怕並非要遵守諾言 只怕還定有原因 是嗎 我絲毫不覺得 和小悠悠有何仇論 怎麼能殺她 阿五卻 莫要再等三個月了 現在就動手吧 為什麼不能再等三個月 你怕三個月後 她更不會動手了嗎 我怕什麼 你倆人是天生的冤家對頭 你們的命中注定 必有一個人要死在另一人手上 怎麼有點鈍阿 既然如此 你現在為何要逼她 你若想我現在就死 就自己動手吧 你自己為何不敢動手 你一定要等三個月後 才肯殺她是嗎 是 你既重信義 或身為前輩 怎麼能令你為難 你要等三個月 我就讓你等三個月 越有何仿 現在 你走吧 那麼她 阿里歐在這裡 先生難道要 無論她會不會失信 這三個月裡 我都要好好的保護她 不使她受到絲毫損害 三個月後 再將她晚晚整整的交給你 要你如此費心保護我 我有什麼好意思呢 保護你這樣的一個人 還用得著我費心嗎 你以為我很容易保護嗎 你可錯了 我真的別的毛病沒有 就喜歡找的麻煩 江湖中要殺我的人 可不止一個 除了花無靴外 誰也殺不了你 你話也說得這麼滿 在這三個月裡 我若受了損傷 可真不知道 你有什麼面目來見人呢 在這三個月裡 你若有絲毫損傷 唯我試問 那我就放心了 在這三個月裡 我無論做什麼 都沒關係了 反正任何人都傷不了我 你只管放心 在這三個月裡 你無論什麼事都做不住的 那倒未必 小柚古靈心怪 同心這武功重量很高 若不想傷害得到 翅膀還真不容易 你還不走 這人在這裡做什麼 你放心走吧 三個月後 我會在那地方等你的 但現在我想和他 說句嘲嘲話 你放心 天下根本沒有一件 可令我不放心的事 你本事雖然不小 但牛皮也未必 你吹得太大了 你敢無理 我為何不敢 在這三個月裡 反正沒有人傷到我的 是嗎 只可嫌 他戴個鬼臉 否則他現在的臉色 一定好看得很 咳 你要說的 就是這個 明天下午 燕南天燕大俠 在今天那樹林等我 你能不能帶我去告訴他 我不能復約了 燕南天 我知道你跟他有些過不去 所以你重要不答應我 我也不會怪你的 這三個月 你我是朋友 是嗎 你很好 其實叫你這朋友 總算不冤 可惜就三個月 天下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 這些事每天有起見發生 說不定我過兩天 就能看見你也未可知 我總不相信奇蹟 我都不相信奇蹟 你想 我現在還能笑得出來嗎 奇蹟 是不會出現的 花五缺 你還不走嗎 是的 我先走了 怎麼怎麼莫名其妙 變成兄弟了 變朋友了 一個人都是非死不可 人死在他手上 總被死在別人手上好得多 你不恨他 我為何要恨他 他的尊長 殺死你的父母 我父母 死的時候 他怎麼還未出生裡 那師父做的事 與他又有何關係 那師父吃的飯 難道還能要他 代替拉死嗎 我問你 你為何要我恨他 你恨不恨他 與我又何關係 是啊 我恨不恨他 和你沒關係 你又何苦如此關心 他既然要親手殺死我 而又說 說不出原因來 我本已覺得有些奇怪 現在更是越來越奇怪 你雖然不恨他 他去恨你 所以要殺你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以為他真的恨我嗎 阿菲 阿菲恨你不可 這就是我所奇怪的 你和他似乎要殺我都很容易 但你們卻都不敢動手 所以我覺得你們其實也並不是增加我死 只不過是要他動手殺我而已 你們好像一定要看他親手殺我 才覺得開心 要他殺你 就是要你死 這又何分別 這是有分別的 而且這分別還很微妙的很 我知道這其中必定有很奇怪的原因 只可惜我現在還猜不出來而已 這秘密普天之下 只有兩個人知道 而且 他們絕不會告訴你 儀花公主自然是知道的 自然 儀花公主便是姐妹兩人 你既然說這秘密的天下只有兩人知道 那麼 你怎麼會知道的 你說的話太多了 現在 閉起嘴巴 羽毛 動不動了 動過 動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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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過 pa 動過了 但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欸我可以動是不是 你要到哪裡去 我有個毛病啊 一歲醒就要 就要上毛房 不許去 不許去 我就拉褲子上了欸 那殼很臭 你 一個人無論有多兇多厲害 他就算能殺人放火 但可以沒有法子叫人 叫別人不拉死啊 現在有個法子 但是立刻殺了我 否則 否則我現在就變 變不住了 不行 這裡不行 你讓我出去的嗎 你若不放心 就要麻煩外看著我吧 反正你跑不了的 你死在裡面了嗎 好幾天存貨一次出清 自然要費些功夫 其實你也不必生氣 你明知你越生氣我就越開心 又何必必要 又何必 又何自己過不去呢 抱抱抱歉得很啊 小店已經打烊了 不管你們打烊沒有 他要吃什麼 就送菜什麼呢 只要少了一樣 你們這幾個人 休想有一個活著 而是 愉快愉快 和你這樣的人出來吃飯 當真在愉快不過 先來個四個涼菜 棒棒雞 兩半四件 麻辣鐵金 蒜泥白肉 再來一個肥肥的 張茶鴨子 紅燒牛尾 豆瓣魚 好啦就這樣 我就將就一點吧 你為何不過來坐下 你這樣站著 我怎麼吃得下 哼 嘴是長在你身上的 你不吃我也沒法死 但你這樣既不吃 又不睡 怎麼說得了呢 唉 依我看 你不如放了我吧 以免得自己活受這個罪 放了你休想 老實告訴你 其實你現在就算放了我 我也不走的 睡覺的人保鏢 喝酒的人附葬 這麼開心的日子 到哪裡去找去 我真的是 要你現在活得開心一些 只要你死死 才會更痛苦 我問你啊 我和你素不相似 你為何如此恨我 你既如此恨我 又為什麼不肯自己 動手殺了我 這其中的秘密 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你一個人都是永遠無法 知道自己最切身的秘密 這起飛是世上最殘忍 最悲慘的事 不錯 這真是世上最殘忍 最悲慘的事 我敢負責擔保 這悲慘的命運 你逃也逃不了的 只因世上 絕對沒有人能揭穿這秘密 所以你現在 只管開心吧 只要你真的開心 你不妨盡量多開一些心 今天真麻煩你了 你想不到這樣的好日子 還有三個月 我就高興得很啊 你實在太煩了 睡一覺吧 呃 這樣下去 莫說三個月 就是三天 我也受不了 非要解決才行 就帶他 到那個地方去 不管你在精明鬼怪 只要撐過這三個月 花無缺飛河 你絕對不可 我倒要看看 江笑語 你到那時候 還笑得出來嗎 哈哈哈哈 啊好痛啊 那桃木先生下手珍重 這是什麼地方啊 我莫非已死 這莫非在天上 我知道沒有死 只因我弱死 就絕對不會在天上 而地獄裡也絕對不會有你們 你們這麼美麗的仙子 怎麼一點反應也沒有 你們難道瞧不見我嗎 我難道忽然學會了隱身法 不是想瞧瞧你們笑的 我想你們笑的時候一定更美 但現在 我就只有承認我失敗 你們去把那個見鬼的童先生找來嗎 誒說話啊 為什麼不說話 你們難道是龍子 蝦子牙吧 這兩個難道不是人 難道真是用冰雪雕塵 不對 這兩女孩分泌呼吸 只是故意不和我說話 你們就算不願跟我說話 也總在笑一笑吧 老是這樣繃著臉 人容易變老的 還不肯笑 看我的 有個朋友叫張三 最會鬥人笑了 有一天 他和另外兩個人去逛大街 敲見一個姑娘 正在樹下 就和你們一樣 冷冰冰的 張三說他 能鬥這個姑娘笑 那兩個朋友這樣不行 張三就說 我用一個字 就能把他鬥笑 再說一個字 人令他生氣 你們要不要和我打鼓 我賭了一桌酒 那兩個朋友 自然立刻就很好賭了 嘿嘿 開始注意聽了吧 於是張三就走到那姑娘的面前 忽然向那姑娘旁邊 一條 狗 跪了下去 到 爹 那少女見 見他竟然將一條狗亂住爹 再忍不住笑了起來 誰知道張三又讓他笑 跪了下去 叫聲了 娘 那少女立刻氣得 滿臉飛鴻 腰之一啊 張三果然就贏了一桌酒席 笑了笑了 你還是笑了 你覺得他很好笑 壁 壁 壁子沒有找他說話 但你 卻為他笑了是嗎 你出去吧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老了壁子一命 壁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老他一命 你 你 難道殺了他 殺到也未必 只不過割下他的舌頭 要他以後永遠笑不出 他只不過笑了笑 你就要割下他的舌頭 這只能怪你 你本不該盜他笑的 我只不過說了笑話給他聽 你又何必吃醋 你想挨打嗎 你當我沒關係 那千萬不能因為這件事罰他 你竟然為他說話 這件事本不能怪他 要怪 只能怪我 好 你 你寧可要我打你 也不願我罰他 你 到底也和你那爹爹一樣 是個多情種子 欸 你竟然殺了他 不錯 我殺了他 他 他再也不能偷偷和你逃走 哈哈哈哈 你瘋了嗎 他幾次要和我偷偷逃走 等你們逃走時 我在殺他 便已經遲了 你瘋了 你簡直瘋了 我本以為你的脾氣算了人酷 卻並不是一個狠毒昌人的人 誰知你竟然對一個女子嚇齒多少 像你這樣的武功 最多也 不過能接個做花屋卻50招而已 我本以為你還可與他一拼 誰知道你竟如此令我失望 我連接觸他多少招 光你屁事 這裡有記載移化功的武功秘笈 銀路人在這三個月已經他讀通 縱然不能射得花無缺 至少 也可 多擋他幾招 命運功想解 你 你是什麼意思 你究竟是要花無缺殺我 還是要我殺花無缺 你究竟有什麼毛病 你這一生 已註定要有悲慘的結局 無論你殺了花無缺 還是花無缺殺人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我一點都不懂 唉 我不能找這個女孩說話 美德又害了她 如果這樣出去 會不會走得掉 好會拖累這個女孩 不用收了 命道開關 就在床上 你 你不要說話 啊 現在說話沒關係 沒有人會來的 那就好 能力氣足夠嗎 昨天晚上吃了滿桌 現在還飽得很 那很好 這一群我們現在要 就要開始逃 在逃亡的途中 絕不會有東西吃的 甚至連有水都喝不到 逃 逃 你是說逃走 但是童先生 現在這是她入店的時候 至少在兩個時辰之內 不會到這裡來 你能確定 她這習慣 數十年來從未改過 據說 十多年前 有一個身份和我一樣的女子 就會這個時候 帶來一個人逃走的 難怪她方才那般憤怒 原來她就是怕歷史重演 你可知方才被她殺死的女孩子是誰 那目標是你的 你的 她就是我第一親的妹妹 對不起 我方才不該斷她笑的 我妹子 跟著她親眼 她為了這麼小的事 也能像她搖毒手 而你與我妹子殊不相識 反而為她爭辯 甚至不行為她拚命 你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才冒險救我的 算是吧 那這樣 就可以讓我失去所有的親人 所有能反看她的事 我都願意做 現在我手上明白 我姓江 在江小魚 你呢 我在降雪 其實真的那個名字 早就忘了 我們能逃得出去嗎 若是在她進攻中 我們實在連一份逃走的機會都沒有 但這裡 卻只不過是我們臨時歇腳的地方 這裡 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移花宮臨時落腳處 我們叫她的移 移公 移花宮 這裡是移花宮 這種說來 從先生 根本就是腰月了 不錯 那這樣打扮 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但根本沒人敢去問她為什麼 差不多是時候了 現在再不走就沒機會了 快跟著我來 快跟著我來 想不到這裡卻別有洞天 不知道這蜜桃 哪裏去 既然容易出去哪 希望這裡有另一個路口 出口 你 難道也不知道出去的路 我當然不知道 那麼你 為什麼說怎麼可以逃得出去 只要有路 我們自然就有逃出去的希望 姑娘 你會不會將事情求得太簡單了 你可知道 沙漠中這些東西 有的 根本是沒有路通出去的 你還有的是可以通出去的 是嗎 你出了盾 再差一筆 留在那個房間裡好 我可不想再看到那個鬼滅劇 喔一大亂 出口 有公園 看來是真的出口 咦 這寶藏 一箱箱金銀珠寶耶 我又不是柴米 老天區偏偏 總要讓我發現一些神秘的寶藏 我真不懂 世上的寶藏啊 怎麼會如此之多 我來看看 會不會 會不會有 機關啊 這裡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寶藏 這些箱子搬進來 還沒有幾天 上面連機會都沒有 我來看看 這是遠處黃河水晃的陣營啊 怎麼會在這裡 那這些陣營是誰哪來的 江比賀 江育狼 還是 有人來了 我們先躲起來 欸 他怎麼還沒躲起來 沒想到五十萬兩千 還這麼重 欸 如果這些医療是我們兄弟的 哪裏會嫌重 那小子吃吞五十萬兩 臉子 我們就只分到五千兩而已 哦 這就是一代的時候 金絲標局被滅門之後 江育黨把那些東西 丟到這裡來對不對 那些金山 那小子來了 你怎麼還站在這 你怎麼還站在這 事情辦得怎麼樣 少爺 全部安著好了 站在這後面的山洞裡 安全的緊 沒有人會發現的 嗯 你們領報仇了嗎 少爺 我們哪敢自行取用 但等到少爺來 再定奪 很好 很好 免得我多費一般功夫 笨蛋 這樣一個大公 肯定要招 人未踩死 兩位死亡 我不肯給乙滴賺那十萬八王 又怎麼肯給你們兩個 一萬兩的現贏呢 你們兩個親眼看得到我殺李滴 居然還完全不知道防備 雖然再多十條命也不夠死 還是早點投胎吧 好啊 江育黨 你這太久沒有碰上我 對我這種呆頭大害 也可以這麼得意 看我怎麼修理你 躲在分坑下吃大便的朋友 還記得我嗎 你怎麼會在這裡 江胸別太無恙喔 識別三日光目相看 像江胸這樣子的人 莫說是三日 就算是三個時辰 也萬萬放心不得 漁兄何嘗不是神出鬼沒 每次都叫人拍案叫絕 如果在下 上茅房時 漁兄突然從糞坑裡鑽出來 小弟也不會意外的 這兩個人說話繼續帶刺 互相 互相勾心鬥小的厲害啊 好說好說 竟然貓爾偷心 黃狗三人都屬常態 江胸也免不了要騙騙人 不知江胸對打發兄弟有何高見 對擊對擊 魚兄總是要出現在要緊的地方 那就像蒼蠅劍到死般 那是錯誤不了的 不過江胸對小弟是有誤會之處 這裡不過只有十萬兩銀子罷 你有兄弟兩人二一天做五 平分的便是 有意思啊有意思 原來這裡只有十萬兩銀子 那剛才聽到什麼五十萬兩銀子 倒是我聽錯了 魚兄跟著從洞中出來 意思聽錯也是有可能的 不瞞江胸啊 我和這一百萬兩還真有緣啊 先看見李迪橫絲金絲標局 再看到這兩個呆頭大漢為一萬兩銀子 白送信命 還是讓令伯父與怡元王們 各自拿二十萬兩銀子 算來算去還是江胸厲害 一人獨佔五十萬兩白銀 真叫小弟佩服 小小氣吧 平平別人說算了 在魚兄眼裡也不值一問 倒叫魚兄看得笑話了 這山洞隱密得很 外人想找來很困啊 那在小弟辛苦工作的份上 咱們兄弟是裡有分贈吧 不成不成 你我一個人 你一個人我們卻兩個人 要分也該是你一份 我們兩份 這位姑娘甜美漂亮的景物 拿些凝桃睡衣 小弟也是同意的 這童弟弄一筆 就無緣在與江胸較量 今好趁這個機會 印證一下我倆的武學進展 馬上跑走 呃 大家兄弟一場 何必動手呢 小弟不敢和魚兄爭 就以魚兄的建議分成三份吧 江羽郎 你那一肚子壞水 別人不知道 我還會不知道 你在我面前還裝什麼算 我 我裝什麼算啊 你和我殺下鬼扯 只不過想讓我鬆懈下去取寶物 再趁機逃走而已 其實你早就心虛了 根本不打算 再要這筆銀子了 唉 難道是死運不盡嗎 為什麼老是碰上 不過你放心 吃大麵的傢伙 我要找的是你父親江別賀 對你沒興趣 殺了你 我還怕髒了手呢 既然如此 這下就要告退了 不過 不過 魚兄 雖然不要小弟的命 小弟 卻想要魚兄的命啊 剛才魚兄說錯一件事 小弟並不是當時想逃走而已 還想打算叫幾位手下進來 那我魚兄能打破我這些不成才的手下 小弟 佩服 那你這個廢物 我還怕你這些手下嗎 欸我有常控制吧 沒有 真是習慣 我根本是找麻煩留著將獄狼 早該把他給宰了 我看你蠻喜歡和他鬥心機的 沒錯 有人他有趣的鬥 這種媽桌老死的感覺 不是隨時都有的 對了 你可以找花無雀嗎 你有辦法嗎 無雀公子 他說的公子要殺你 你還要找他 你也有所不知 我跟他約定在三個月後決鬥 但這三個月裡不但不是仇人 還算是生死與共的好友 原來如此 如果有個名底 是公人在危險時互相呼喚用的 如果公子就在附近 他就會發出回應 聽 可以認出是 認出來是誰嗎 嗯 是無雀公子沒錯 還有何路 小 小月兒 我竟然已經移開櫻花宮 就不是和他們再見面了 我現在就要走了 真可惜 你就要走 我將曉得怎麼欠了恩惠呢 你把這些彩排帶走吧 這裡這麼多銀子 就算我想全班 也幫不動 不過我還是要拿一些的 好歹要欺負那個將獄狼 再見了小月兒 我會想念你的 哎呀呀 我這是哪門子的大花蛋啊 惡人谷的叔叔哈利們 一定看不下去的 哼 再怎麼說 我也是有品有格的大花蛋 要是像將獄那幫壞事做盡 才是丟了盡 惡人的臉呢 惡人的格呢 惡人的格呢 我們得拿到鬼打邪功了 降學姐 小月兒 你怎麼會在這 我怎麼會出現在這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總是會在 該出現不該出現的時候 都出現就對阿 那降學的笛聲 你們不用找他了 他得罪你師父 若是回儀花宮 九死一生 現在他早就走遠 再也不會回儀花宮 現在學姐得罪了師父 為 為什麼 告訴你們一件事不要太刺激 那童先生 就是妖月 什麼 妖月不喜歡看到我和另一個 逼你說話 就要割掉他的舌頭 我去向他求行 沒想到反正他惱羞成怒 就把他給殺了 你 明知嗎 他 他可是短頭髮 臉遠遠的 應該是沒錯 降學是話話 跟我說那女孩 就是他妹妹 那一核心 就帶著我一起逃出來 原 原來是這樣 你 你確定那童先生 就是家屍嗎 絕對錯不了 你留意他的行為舉止 就知道他一定是女人 還不惜假扮成另一個人 來監督你 這 不是很奇怪嗎 何況 那童不是妖月 又怎麼會知道 這麼多遺花宮裡的事情 連幾十年前 有人絲 絲毫出宮的事情 他都知道 還有連打坐的時間都相同 我沒有沒 沒有道理 不懷疑這其中大有問題吧 不錯 這確實奇怪得很 童先生實在很像師父 但師父根本沒有必要 假扮童先生 這又是為什麼 更很快你師父 又是要殺我 自己動手就好 我絕對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唉 連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先不提這個 你知道嗎 一兩天也在找你 他以為我害你被童先生抓走 這幾天 我都和他在一塊找你 燕伯伯竟然等到 找我時才可以放你 那麼他現在 怎麼又只有你一個人呢 他到哪裡去了 這兩天也不是怎麼 我忽然變得心神不定起來 好像有什麼災難要降臨式的 我一生中 從來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這兩天有災難 是我 你怎麼會心神不定起來 這倒也奇怪得很 燕大俠想必發現我神情有異 就問我想幹什麼 我就說想出來走走 本以為燕大俠不會答應你 誰知道他進來答應你 你要走他就讓你走了嗎 不錯 燕南天到底是燕南天 到底和那個童先生不同 老實說 你遇見他這樣的人 實施你的運氣 但你也不愧是君子 他才放你 放放心你 他遇到 遇到的弄是我 死的話也不會這麼容易放著 放著我 你為何要認為你自己不是君子呢 這也許是因為我從小就沒見過一個君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君子是什麼樣子 等我見到一兩個君子時 他們又總是要 要令我失望 燕大俠還在等著我 你 你見到他時 就說並會見到我 好嗎 為什麼 你難道不跟我去見他 我還有一些事要辦 但他卻一定不會讓我去的 惡人骨的事 不錯 所以他一定不會讓我去做的 可惜 我不能陪你去的 這麽你剩下不到兩個三個月 你竟然不願陪著我 我這件事都是做成 你我 可就不只 再可以做三個月的朋友了 你莫非 想回夷花工 我只想去問清楚 他們為何定要我殺死你 你以為他們會告訴你 像小魚 難道 你已被命運屈服了嗎 好 你去吧 無論如何 你我總還有一隻 在見面的時候 這已經 足夠令人想起就開心了 那你呢 我還有事要辦 得去四海 一長一帶辦事 不管如何 希望我們再見面時 已經是朋友 而不是敵人了 我們現在就是朋友了 以後也會試的 要來 但是我剛剛 gek了 谢谢观看